Hi, my name is Kai Ewan 你看我的頭髮已經逐漸詭異了 呵呵,就是旁邊沒有 但是上面這樣子 今天呢,又要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兵的生活日常 反正就是發生了一些離奇 神奇的事情 都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星期日回音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去拿一下 我們星期五丟的衣服 髒衣服 反正那個洗衣阿姨就會發給大家一個 一人一個洗衣袋 就因為每個人交了2100塊的洗衣費嘛 所以一個人都有一個洗衣袋 然後就是上面寫你的名字 所以才不會搞丟 如果你沒有丟在洗衣袋裡 你的內褲就會亂肥 然後跟大家交換 那這一天呢 因為我們下一T159T的學弟 就一起跟我們一起生活了 所以我們158T 157 156 就是原本活得好好的 就是我們都已經快要上軌道了 結果呢 又來一坨學弟 就變成事情又更亂七八糟 重點是人很多 所以就是已經快要150個人 大家 只要有一個 智障 或者是不知道在幹什麼的人 大家都會出事情 所以就變成有點麻煩 就是 團體生活有一個智障 大家都會變智障 像是我們早上早點名的時候 其實是6點20分 已經很晚很晚集合了 但是有一個學弟 他還在寝室裡面睡覺 他以為是6點30分 我們就直接 GG 然後他就被建議動吧 臭蝦 那因為人變多了 所以我們其實早上排隊的時間就變長了 然後排隊到餐廳的時間也變晚了 所以如果有其他連 一起吃早餐 午餐晚餐都一樣 反正有一起吃飯的話 如果我們晚別人一步 就是等於我們沒有食物吃 像是早餐有包子啊有蛋啊 有一些菜 全部都被其他連搶走 所以我們就只剩下一些沒有饅頭 沒有蛋 只剩下一些破爛的菜 就是根本吃不飽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連餐廳的座位都不夠 就因為我們下一題的徐弟竟然 就是 超級多人 所以整個餐廳的座位不夠 有人就是 可能要端著食物 然後就是在找位子 根本找不到位子這樣 超級可憐 又沒有食物又沒有位子 真的是 還能活嗎 早上的時候我們又繼續出公餐 那出公餐就是在那裡拆紗床 拆玻璃 在那裡清洗 一個活動中心的部分 那我們就在那裡盡量的拖時間 反正 我們軍中只要時間到了 就大家就會下課 然後時間到了就跟上課一樣啦 就是上課時間到了就上課 下課時間到了就下課 午餐時間到了就去吃午餐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混混混 混到下課 混到吃午餐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去做我們休息的事情 所以其實根本不需要太認真啦 我也不知道他們軍中在想什麼 就是他不是用一個鼓勵制度 就是讓你快速做完 你就可以快速休息 沒有 你快速做完 你要做更多的事情 就有點像共產制度吧 就是你做越多 你就會做更多更多的東西 那你偷懶 你就會做超少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荒謬的制度 反正我們用一用紗窗跟窗戶之後 我們又被叫去做其他的工材 就是去搬那個 裁下來 切下來 修剪的樹枝 所以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樹枝 這樣子 我們就要搬走 搬去哪裡呢 搬到長官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因為有長官要來嘛 那我們就 把那個主要幹道 清得很乾淨 然後把那些所有的垃圾 丟到 支線去 就是不是主要幹道 然後就是希望 希望長官不會走到那裡 有個瞎趴的想法 就是長官走這裡 我們就清這裡 那長官希望不會走的地方 我們就把垃圾丟到那裡 結果垃圾還是都在營區裡面 我們整個問號就是 就是在做戲啦 那麼大家也一直抱怨說 我們軍中的錢給的太少 就是十七八塊錢 所以我們都有點懶有點懶 但是他給外面的錢 可能也很少 像是我們在那個活動中心 有請外面的廠商來刷油漆 他們刷的真的是極爛 爛到一個炸開來 就是 是專業的師傅嗎 我不知道 但是 可能就是錢真的是給太少了 所以他們 油漆刷的品質 真的是爆炸爛 爛到那個 牆壁啊 縫縫啊 然後這樣子亂刷 然後 玻璃窗框 的那個部分 全部都是油漆 然後地板也全部都是油漆 他沒有在管你地板髒不髒的 就是地板連鋪報紙 都沒有 什麼東西防護措施都沒有 連那個 什麼遮蔽膠帶 那個 反正遮蔽膠帶 就不要 刷到旁邊的東西 那種東西 也沒有出現過 他們就拿刷子這樣亂刷一通 然後亂七八糟 地板都是 結果呢 倒霉的是我們 我們要清理這些 所有的東西 什麼窗框啊 被刷到油漆的 我們就要在那裡刮刮刮 刮掉它 地板有油漆的呢 尤其是那種石頭路 那種小 縫縫的那種 根本刮不起來 超難刮 然後 我們要在那裡用那個小鏟子在那裡刮地板的油漆 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那下午的時候 結果咧 換我們來刷油漆 但是我們刷的油漆的部分是不太一樣 就是廠商是刷裡面的油漆 就是可能 嗯 活動的時候會看到的油漆 那我們刷的是 外部的比較 危險嘛 比較神奇的 就是外牆啊 柱子啊 跟什麼門口的那個拱門啊 之類的 全部都要刷白色的油漆 那我們刷一刷 刷完就是我們要清理的時候 我們油漆全部都倒到水溝 所以整條水溝 全部都變白色的 原本是黑色的石頭水溝 就是 柏油鹿顏色的黑色水溝 然後整條變成白色的 那接著到晚餐時間 我們就真的是變成 飢餓難民的概念 看到食物要衝 然後看到座位也要衝 真的是 還蠻可憐的 就是什麼東西都要搶 座位也要搶 食物也要搶 晚上的洗澡時間也要搶 因為只有時間的 洗澡的地方 那我們又不喜歡 兩個兩個洗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等 第一批洗完換第二批 那大家都搶著第一批 因為第一批可以兩兩走回去 什麼都要搶 超累的 每天都這樣搶來搶去 這一天晚上的課程 有一個平常 可能平常人不會接觸到的東西 就是通訊設備 就是有一個大台的機器 一個大方塊 通訊設備 然後就有什麼 加密啊 然後 亂跳屏 加密跳屏 還有加密定屏 然後 不加密跳屏 不加密定屏 然後各種 亂七八糟 五花八門的功能 還蠻酷的 聽到一些 就是什麼 軍事機密的 奇怪的 什麼加密表啊 什麼東西 各種 還有密碼之類的 反正就是 真的戰爭的時候 如果你的機器 被搶走 或是怎樣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什麼的處置 早上基本訓練的時候 就是訓練 李政 小溪靜離之類的 反正這一天早上 有人在排隊的時候 就昏倒 還蠻嚴重的 就是他昏倒之後 他沒有 馬上好起來 他是在地上 嘔吐 嘔吐 然後 沉喘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 肚子這樣 就還蠻嚴重的 直接 那個 醫護車就直接開進來 把他載走 這一個禮拜的執行官 是士官長 就比較嚴格 他的姿勢比較要求 動作也比較要求 然後你做錯 他可能就會開始念你 就不會好好說 就是 直接 開始電 然後就是 電你 不然就是電班長 這樣子 這一天我們在掃那個 維修機器的地方 就是有點像工廠的地方 那反正就是掃一掃 把那個落葉 就這樣掃出來 就 其實也沒有什麼垃圾 也沒有什麼人工垃圾 就是一些落葉啊 還有天花板掉下來的那種 臂癌 然後剝落的油漆這樣子 就 沒什麼 輕鬆掃 下午的時候 繼續掃那個工廠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 一直掃一直掃 你看 在早上掃三個小時 下午又要繼續掃三個小時 的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工廠 而且是 十幾二十個人在掃同一個地方 你就 真的是 超級 混水摸魚 你要 學會如何 混水摸魚 如果你沒有學會 混水摸魚 你就會被 操死 你就會 一直掃各種地方 如果你學會 混水摸魚 你就可以掃同一個地方 乾乾淨淨 摸摸摸 看到長官掃把這樣揮揮揮 他們就 很開心了 就是在演戲啦 演戲演得像 生活過得好 晚上上課的時候 執行班長就說了一些 有趣的故事 就是一些靈異故事 什麼 有人自殺啊 然後有人 什麼 聽到鬧鬼啊 什麼聽到腳步聲啊 然後什麼 呃 子彈褲裡面 有人在數子彈 講一講 根本是在講笑話好不好 什麼子彈褲裡面 有人在數子彈 越講越好笑 我們大家就在笑翻 根本不是像靈異故事啊 根本就是在講笑話 每一天早上呢 都會有一個公差 叫做 抬冰桶的公差 反正就是把冰桶抬到餐廳 裝完冰之後 吃完飯再把它搬回來 那個冰桶其實還滿大的 跟這個箱子差不多大 就是一個大箱子要兩個搬 那搬過去是還好 搬回來真的是有點重 因為裝滿 真的是裝滿滿的冰塊 超級重 那個手是 提一提會手麻掉的概念 那早上包子饅頭還是一樣被搶光 因為我們太慢到餐廳了 那早上呢 我們出的公差是刷油漆 就是你要拿那個很長很長的棒子 然後前面有那個滾筒 有點像滾筒刷刷 然後你要刷 低的牆壁 還有超級高的牆壁 幾乎快要到二樓的牆壁 那種天花板 還有那種 反正拱門上面全部都要刷 那你刷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就是 油漆會一直噴下來 因為可能忽然一陣風那個 就直接有一大堆油漆這樣灑下來 所以你的頭啊 臉啊 眼睛啊 手臂啊 反正全身都是油漆 尤其是那個黑色的皮鞋 上面就這樣一點一點一點的油漆 到了午餐時間不是我問的 就是有人 可能就是真的太餓了 根本沒有食物吃嘛 那就問 士官長 到底能不能加菜了 然後 士官長回答了 真的是一個神邏輯 他說 我們在開玩笑 後面還有人沒吃 這什麼奇怪的邏輯 就是後面還有人沒吃的製樂意 然後 我們沒有辦法加菜 就變成他們不來 我們沒有辦法加菜 那 不就是餐廳煮的東西太少嗎 如果你 沒有 有人想要加菜 那代表他吃不飽 那他吃不飽 那後面的人過來吃完 食物還是不夠啊 那不是就是大家吃不飽的概念 那簡單來說就是餐廳煮太少嘛 那我不知道士官長的邏輯是什麼 就是你肚子餓 但是你要等後面的人吃完 結果你還是肚子餓啊 你可能菜就沒了 你沒有辦法加菜啊 反正食物真的是太少了 大家都在抱怨 那在吃飯的時候 還發生一個很酷的事情 就是有 我旁邊的人 他就這樣 翹著腳 翹著腳 剃牙 直接被士官長看到 叫起來 臭罵 就在我背後 超級 超級瘋狂 搖滾曲眼 然後我在前面滑手機 原本就是這樣躺著滑手機 然後直接 作證 然後我就直接把手機收起來 假裝我在 不知道在幹什麼 後面直接開始炮轟他 翹著腳 什麼 翹著腳 剃啊 真的這樣能看嗎 然後什麼長官怎麼樣 然後就臭罵一頓 然後我們就是結論就是 你可以翹著腳 但是你不能同時做兩件事 你同時做兩件事就太誇張了 你剃啊就是 自己剃就好了 那下午的時候我們又繼續刷油漆 反正這一個月的目標就是要把那個活動中心整個刷完油漆 所以我們 就這幾天 這一個禮拜 我們把整面的油漆都給他刷完了 外觀的部分啦 就 其實還蠻厲害的 而且 算是還蠻有成就感的 因為就是 你走過那個活動中心 你就可以看到 哇塞 白白亮亮的牆壁 都是我們刷的 看起來還蠻開心的啦 下午要運動的時候 我們要排隊 那排隊的時候又有人昏倒 重點這個昏倒的人 不是我們義務乙的人 是志願乙的班長 直接昏倒 又被送走了 反正就是各種 而且這次昏倒 他是在那裡抽搐 在地上這樣子 然後又被抬走 然後最後又被移戶車送走 反正就這個禮拜有兩個人昏倒 大家就說 這麼多人昏倒還敢簽啊 那我們運動時間就是做浮地挺身開合跳 做完我們就是自由運動時間就是有人想要去健身房 有人要拉蛋槓有人要跑步或者是打籃球都可以 那打籃球的部分呢 只有兩顆球 然後就是有大概五十六十個人要打籃球 所以就是要分隊嘛 那三打三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太爛了你就會直接被電爆 因為留在場上都是打贏的留在場上 所以你就會越來越強的隊伍 然後你如果是很弱的你上去你直接直接被電爆 電到起飛 所以你可能連球都還沒摸到 你就輸了 那晚上上課時間 因為我們在那個大兵日記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要寫大兵日記 寫給班長批改 那我們大兵日記裡面寫太多抱怨餐廳食物不夠 所以呢 就有人來回應了 回應的內容就是他們也需要關心志願利益的用餐權益 因為其實志願利益他們也有繳錢 繳超少錢這樣子 那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那他們要吃不吃隨便他們 但是他們說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所以如果大家吃不飽加菜 你可以在餐廳繼續等 但是你要犧牲你的休息時間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人或者是超級少數的人會寧願犧牲你午休的時間 或者是晚餐回來洗澡的時間 或是早上你要去做其他休息的時間 反正你要犧牲休息時間你才有辦法加菜 就是應該是沒有人會這樣 反正他的菜量就是他需要控制到盡量完全吃完 因為他們好像剩菜的話他們就會被檢討 就如果有剩菜剩太多就會被檢討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準備剛剛好甚至更少 讓大家都吃不飽 如果要加的話你就要犧牲休息時間 早上我又被安排到去抬那個操縱冰桶 因為理由是晚上忘記倒冰桶的水 但是沒有班長告訴我要去倒冰桶的水啊 結果我就又被安排早上去搬冰桶 這一天我們早上又再繼續練習行徑兼敬禮 行徑兼敬禮就是你走路走一走 要對腳步然後你看到長官要什麼什麼好 然後要離壁然後繼續走這樣子 連續練了三天就還滿無聊的啦 就一直在那繞圈圈然後敬禮敬禮敬禮 一整個小時 早上我們158T的人全部都被叫到另外一個中山寺裡面 去幹嘛呢?停招募 因為這個已經是最後一天的招募 我不知道最後一天可以簽嗎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有一個截止日期 這一天是最後一天你可以簽 然後可以幹什麼 所以是最後一天的招募 之後應該是不太會有招募 是裡面的人還是會一直說 要不要簽要不要簽 因為他們簽了 那個班長就會有業績 或者是推薦你的那個人就會有福利 可能早放假啊 或者是有加錢之類的 那這一天的午餐又更誇張了 就是辦一個什麼生日餐會 好像每一個月都會辦吧 就是那一個月的收集 你就會上台做一個很尷尬的典禮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幫你唱生日快樂歌 重點是這一天的午餐少到我們都驚豔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少的午餐 是一口就可以吃完的午餐 就是它什麼菜都有 有四五種菜嘛 但是每一個都夾一兩片菜 一兩片菜這樣給你 然後你真的是一口就可以把你的午餐吃完 這種蝦趴超少的份量 它也敢給我們吃 那我們的結論就是 它把這些菜錢全部都拿去買生日蛋糕了 因為他們生日蛋糕應該算是一個還蠻大的生日蛋糕 我們的餐錢就被拿去買生日蛋糕了 有個蝦趴所以我們就沒有飯吃 然後就 就只有蛋糕 下午的部分就是輕鬆的看電視時間 因為是舉光客就是看電視看節目這樣子啦 那我們在舉光客前面還有另外一個節目 但是我們會提早去中山市集合 反正就是提早集合去看另外一個節目這樣子 那我們前面幾個執行官就是前面那個 另外一個節目我們是可以滑手機的 但是這個執行官是士官長嘛 或者說因為士官長比較嚴格 所以他就說這是上課時間 看電視 滑什麼手機 然後我們就是全部在看另外一個瞎趴的美食節目 然後在那裡看什麼鰻魚 在那裡什麼 葡燒慢 什麼 生的鰻魚 熟的鰻魚 葡燒慢 喔 鮮甜 哇好Q彈 這樣子 不知道在幹什麼 那我們下午的社團時間 我們是羽毛球社 但是我們的活動場地被一個舞台霸占了 所以我們只好就是拿著兩顆籃球去打籃球 羽毛球社去籃球場打籃球 那沒差 反正我們就打了 我打了三場籃球 還滿開心的啦 就流汗跑一跑 然後就下來休息 然後再上去 反正就是開心打籃球 然後也有投到球啦 我們連上的販賣機其實還滿多台的 有五六台的販賣機吧 那其實該有的都有 什麼牛奶豆漿也有 然後咖啡茶跟運動飲料都有 水也有後來也有補水 但是重點是這些販賣機有夠瞎趴 第一個販賣機會吃錢 就是你可能偷 然後他就不理你 吃錢大家都在抱怨吃錢的這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就是 那飲料根本就在亂放 所以我們有一個班長他去投了一個有糖的運動飲料 就因為他說他是螞蟻 他一定要有糖的 他去投了那個飽礦濾水的有糖的投下去 掉出來的無糖了 他直接崩潰 然後他就說要不要誰要10塊錢賣給他 然後他又拿那個10塊錢投 第二瓶就20塊嘛 他已經虧了10塊錢了 送給一個學弟 然後重點是他投了第二輪 暗有糖了 掉出來還是無糖 他直接爆炸 哀嚎 直接在販賣機前被哀嚎 超大聲的超好笑 又是一瓶無糖的運動飲料 他直接把那個飽礦濾水就摔在地上 哀嚎哀嚎 那飲料機真的是很瞎發 有人投漸落掉出沙士 然後投什麼掉出另外一個東西 反正那個飲料機不知道是怎麼裝的 你要什麼 結果都拿到另外一個東西 晚上的課程呢 我們去看了衛哨 就是站哨的部分 因為我們好像下個禮拜 就要開始拍站哨了 所以我們就是去看站哨怎麼站 然後去要注意什麼 但是資訊量爆炸大 就是 太多東西了 簡單來說就是 有事情 就按緊急按鈕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 要 點 東西 因為東西真的還蠻多 各種測試 只要掃一樣 你可能就會移送法辦 這真的是 但是終於是資訊量爆炸大 他就是 好 待全部這樣瞬間塞入一大堆東西 就 亂七八糟 那這個晚上大家訂了飲料跟雞排 就是其實我們可以去訂外食 但是我們要拿的時候 要找另外一個班長 一起去門口拿 我們訂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 開心吃 吃 喝喝 開心的晚餐 那其實每一天都有人訂啦 就 只是我都沒有跟 因為我不想要當課金玩家 每天晚上就這樣 五十一百這樣花出去 哇塞 一個禮拜就五百塊 超貴超貴 這一天早上呢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 或是早上四點的時候有鬧鐘 我猜應該是 要站少了吧 就是 要站早上 所以他四點的鬧鐘 這個還好 那中文是五點的時候又有鬧鐘 然後五點半的時候又有鬧鐘 就是大家的鬧鐘是 此起彼落 然後就是你剛睡著又有另外一個鬧鐘響 剛睡著又有另外一個鬧鐘響 而且有人是 響了馬上就把它按掉 這個就 還可以 但有人是響了 然後他又繼續賴床 然後就是一直在那裡響 把大家都吵醒 就是 反正這個早上亂七八糟 一大堆鬧鐘 把大家都吵醒 早上我們去取槍 然後開心擦槍 因為其實擦槍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你就可以接觸一個 你平常根本不會接觸到的 真實槍支 就是你可以射出子彈的槍支 真槍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把整支槍這樣拆解 然後去擦裡面的東西 然後看到各種小小的零件配件 然後再把它組裝起來 這真的是 還蠻好玩的 重點是 我們這一天 很瞎趴的 不是坐在椅子上擦槍 我們是坐在一個 中庭 然後我們大家坐在地板 盤腿擦槍 還蠻瞎趴的 所以你盤腿擦槍 擦兩三個小時 直接擦到手腳發麻 腳會發麻 那我還想要抱怨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上下課時間 非常的 奇葩 就是我們下課時間 可能會延後下課 但是永遠是準時上課 而且準時上課 就是馬上 大家都要把手機收起來這樣子 或是馬上回到我們 該集合的地方 但是下課時間呢 那些長官就是 愛理不理 他們也不會準時下課 都要我們自己 去告訴長官說 欸我們現在下課的時間 我們要下課了 然後長官看看手錶 才會說 喔好 準時集合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被犧牲掉 可能一兩分鐘的下課時間 然後 都要準時集合 為什麼不準時下課呢 就是可能 做前 他們都一直講什麼 前置量 你要做前置量 那為什麼不好 做好前置量呢 你下課也需要做前置量啊 你東西 像是你槍 擦擦擦 時間快到 你可能就要先叫大家 先把槍組好 大家才能準時下課啊 什麼鬼東西 你下課 然後才叫他就說 槍制 那個 組好 才可以下課喔 嗯 這個 我覺得還滿不好的 就是已經實際上持續的 沒有 就是一直都是這樣子 沒有 沒有中斷 一直都在犧牲我們下課時間 上課了就可能 因為下課時間太短吧 還是怎麼樣 有人就是在上課 擦槍的時候 在滑手機 那滑手機呢 就算了 他後頭滑就算了 但是他坐的位置 真的是不太好 他坐的是中庭的正中間 最亮的那個點 他就這樣子滑手機 滑手機 滑手機 他完全沒有發現 士官掌直接走到他的面前 完全沒有發現 所以士官掌就走到他的面前 站了一回 然後他忽然抬頭 看到士官掌 士官掌就說 手機拿來耶 然後就是臭罵那個 班長一頓 說怎麼沒有管好 下面的人在滑手機這樣子 所以他的手機就被沒收到了中午 呵呵 這還滿瞎趴的 直接被士官掌看到 那我們這一天還不錯 就是我們有提早 離開營區 差不多3點30分 就已經離開營區了 但是 要找不找要玩不玩 就是前一班火車又搭不上 那後面那一班 又要再等個20分鐘 就是尷尬的時間